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视频 说起来牛肉在中国市场上还是比较奢侈的 毕竟国内很少有规模较大的养殖场 所以食用牛肉产量较低 也就导致了国内牛肉价格普遍较高的现状 而在欧洲一些国家吃牛肉基本上是一种生活常态 这一方面得益于他们先进的养殖技术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欧洲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区域 所以在欧洲很多地方牛肉对于当地人来说 比中国眼中的猪肉还便宜得多 不过还有一方面那就是品种问题 比例时蓝白花牛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壮的牛 我们印象中的牛都称得上是比较健硕的 但要是把平时的牛和蓝白花牛做个对比 对时秒变豆芽菜 这差距简直不要太大 养殖户表示一只成年的蓝白花牛基本上都可以长到三吨重 而且瘦肉率可以称得上全球第一 虽然看着跟打了激素一样 但这些牛肉每一块都是符合国际食品标准的 有不少网友就很好奇 这些牛长得跟健美先生似的 难道养殖的时候做了什么特殊训练吗 其实也没这么回事 这些牛打从生下来就开始长肌肉 所以就算每天吃饱了睡睡饱了吃 最后还是会长成这个模样 目前许多国家纷纷引进了这种蓝白花牛 没准在不久之后 我们的餐桌上也会出现便宜又美味的牛肉呢 对此你怎么看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记得关注转发 评论点赞哦